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8月8日晚上的9点39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的猪尖边,看到没有 这条就是广州的母亲河猪尖了 前方这座桥就是广州十分有名的海猪桥 这座桥的这边就是海猪广场 不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并不是海猪区 而是月秀区 在海猪广场的不远处这个方线 就是广州北京路了 那这个视频就带大家一起逛去广州北京路吧 也不远,大概就是两公里左右 同时可以看到起时起刻的猪尖边 很多人在散步休闲 说实话,走在这个猪尖边 上散步,出出间风 还是比较不惬意的 要知道今天广州太热了 温度比较到了37度 白天如果走在路上特别难受 如果出来逛街的话 也极有望,上出来逛街比较好一点 前房那里 那栋房子就是广州一个很有名的码头 叫做天资码头 那个码头是广州第一码头 那个历史很悠久了 现在的话 它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到广州 夜游租间的一个码头 看到岸上的床没有 这些就是夜游租间的床了 夜游租间要收费的 一个人,一个成年人好像要一百多块吧 这个价格说贵不贵 说便宜也不便宜 不过作为游客 难得来一起广州 来游一下租间 看看广州租间 连岸繁华的夜色 连岸繁华的成见 还是挺不错的 这一百块我觉得花得挺值的吧 这座桥,海珠大桥 挺有律师的 这座桥也算是见证了广州的发展 而且的话这座桥 也上过很多电视剧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 因为上的都是港区 走到这边还看到了广州塔 因为这里离广州塔 大概也是三公里左右吧 不计三公里 应该有五公里 游逐间就是从这里开始 一直游到好像是广州塔那个码头吧 我没有游过 我大概了解是这样 不知道生息情况是怎样 反正就是从这里开始 一起往上面游 前方干嘛的 这么多人在围住 这边游客比较少一点吧 因为晚上很少游客逛这边的 不过那边肯定有很多游客 那边是直接连接到广州北京路的 所以很多游客来到广州北京路 游玩的时候 吃完晚饭 都会顺着北京路 一起来到这个码头 买票乘船 越游逐间 然后游到 逐间新城那一边 再跟广州塔合个影 上纱布 再去一下 逐间新城 看看广州繁华的逐间新城 那这一天的行程就结束了 是不是很完美呢 主播 挺厉害的 这个口波 这个口才 比我还厉害 而且的话我直播都没人看的 因为我的形象 我的口音 适应不了人 所以我都不直播的 直播我觉得浪费时间 浪费我的表情 又赚不到钱 没有意思 因为直播要留恋 我不收腕赚大钱吧 赚个留恋费 我也挺不错的 但是我直播的时候 留恋费都赚不回来 好了 现在来看回一下这个街头现状 很多家长 比如小朋友来这里 旅游 休闲散步 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 很多家长都跟小朋友来广州旅游 看看广州繁华的大都市 可以看到起起起起客 有很多人下床了 不过这一艘床挺美的 农床 有两艘吧 他每一艘的收费都不一样的 第一艘就是比较便宜一些 第二艘就是稍微贵一些 如果一个人的话还好 如果是几个人 那这一笔费用啊 就挺贵的 要根据自己的实力来消费 不过作为游客 难得来一次广州 也无所谓了 也不是经常来广州对吧 看前方 密密麻麻都是人啊 很多人都是跟着家长来 要不就是跟小朋友来 前方有责对这个码头的介绍 这个码头基金的话 有270多年历史了 前方买票 这边是寄住买票 那边是人工买票 可以看到这里的人了 没有7月份的时候多人吧 不知道是不是天太晚了 现在是9点多了 如果8点的时候应该会挺多人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就是大家来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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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